今天是全人类最接近死亡的一天 雷兽率领虫族进攻了城市 天空上的围巾战机开始紧急降落 试图阻挡雷兽进攻的角度 但无异于是堂壁挡车自不量的 瞬间就在雷兽的手中化为了碎片 至此人类的第一道防线全军覆没 看着越来越近的虫群 第二道防御音声启动 所有坦克转换成炮塔模式 对着眼前的虫族疯狂开跑 人类的机甲士兵也全力射击 不过基本都被雷兽用身体倒下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一只巨兽破土而出出现在他们后方 将士兵踩成了肉饼 此时此刻整个地面 已经彻底被虫群所占领 与此同时 天空上一群围巾战机前来支援 他们瞄准了虫族的战争巨兽力为坦 在他们的狂风乱炸之下 战争巨兽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反而朝着地面的指挥部继续发射诱虫 人类机甲在看到之后 第一时间来到降落点白日 但是很快就被虫群们所淹没 随着人类的雕像被推倒 人类唯一的战舰也被虫群击落 而这一切的幕后灰尘 就是面前的这位高松武王凯瑞甘 如今自己的复仇即将完成 他也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 曾经他也是人类中的一员 在核虫族战斗的任务中 作为上司的蒙斯克无情地将其抛弃 不知情的凯瑞甘以为同伴会来救他 仍然在拼死抵抗 当他准备撤退的时候 一只刺虫突然从旁边窜了出来 准备将他吞掉 强烈的求生欲使得凯瑞甘拼死反抗 在连续的射击后将其杀死 这时的他开始向同伴发送求救信号 但是没有受到任何回应 带上全息影像之后 发现无数的虫群冲了过来 这时候的凯瑞甘也终于知道 自己已经被蒙斯克所抛弃 接下来便彻底被虫群所淹没 当凯瑞甘再次出现的时候 赫然已经变成了能够控制所有虫群的刀锋女王 这天黑暗武士泽拉图 也来到了虫群的所在地 刚刚进入境地的他就暴露了行踪 而他也不再隐藏开始出手 很快就将守卫在这里的刺蛇全部杀死 凯瑞甘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没有多余的话语 二人直接动起了手 强如黑暗武士的泽拉图 甚至就连接触到凯瑞甘都无法做到 在绝境之下的他掏出光剑用力一挥 这才挣脱了束缚 虽然凯瑞甘的骨刺被砍掉了一半 但是泽拉图也身受重伤 看似两人之间是平分秋色 但是凯瑞甘毫无反应 下一秒断掉的骨刺便重新掌握出来 自知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 泽拉图便立刻离开了这里 一段时间过后 凯瑞甘曾经的恋人雷诺找到了这里 他抱起沉睡中的他回到了基地 通过萨尔那家神器 凯瑞甘再次恢复成了人类 但他的身体依然拥有着能够控制虫群的能力 现在唯一的念头 就是找到当初抛弃他的蒙斯克复仇 拒绝了雷诺一同归隐的请求 并且派遣了一支暗杀小队 但是等待他们的 却是无比凄惨的下场 整个小队都被凯瑞甘灭团 此时蒙斯克的进攻再次袭来 凯瑞甘驾驶飞船离去 不久后他就从飞船上 听到了雷诺被蒙斯克处死的消息 悲痛欲绝的凯瑞甘意识到 要想复仇必须依靠虫族的力量 接下来他驾驶着飞船 回到了虫族的老巢 此时黑暗武士泽拉图再次出现 见到如今的凯瑞甘变回了人类 泽拉图只是一味地承受着 他的怒火没有还手 因为这次他的目的 并不是和凯瑞甘交手 而是告诉他一条重要的讯息 通过泽拉图的意识链接 凯瑞甘看到了在虫族的发源地 黑暗者艾蒙改变了他们 使得虫族之间开始自相残杀 通过吞噬同类来获得进化 在虫巢的最深处 凯瑞甘接受了古老的传承之力 再次变成了刀锋女 这一次他的力量比以往更强 迎接着他们女王的诞生 接下来便是复仇 很快凯瑞甘就看见了 不敢置心的一幕 本该死去的雷诺出现在他面前 当他疑惑对方双眼红光闪烁至极 头顶的陷阱音声启动 但下一刻凯瑞甘就挣脱了束缚 他深知面前之人 绝对不会是自己的恋人雷诺 感觉到他的愤怒 从后也从地底钻出 将奇异口咬了下去 在凯瑞甘暴打他的时候一边突起 面前之人居然又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并用光剑刺中了自己的腹部 凯瑞甘将他一把抱住 用背后的骨刺结束了他的生命 临死前他说出了真正的雷诺依然还活着 黑暗之神埃蒙也即将毁灭世界 不久之后 随着不断哀嚎的惨叫声 老门也被凯瑞甘一脚踹开 看见心爱的恋人再次变回了刀锋女王 雷诺只丢下了一句他们结束了 然后离开了这里 时间回到现在 人类在前线的士兵已经被纯群屠戮殆尽 在蒙斯克的大本人中 仅存的人类机甲 全部朝着一个点火力全开 是凯瑞甘前来复仇了 他用灵能之力将士兵们全部消灭 见到了当年陷害他的蒙克斯 只是对方也是早有准备 召唤出了神器萨尔奈甲 在强大的能量面前 凯瑞甘一时间没有了还手之力 直接倒地不起 在凯瑞甘不断的哀嚎中 曾经的恋人雷诺及时出现 将神器的控制器毁于一旦 凯瑞甘也在此时站了起来 用背后的骨刺刺穿了蒙斯克的肩膀 然后将一部分灵能之力 强行塞进了他的身体之中 几秒钟后 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蒙斯克也化为了碎片 大仇得报 凯瑞甘就此离去 因为接下来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如今的暗黑之神安盟已经彻底复活 他的身体已经趋近完美 人族神族和虫族之间 也放下了彼此之间的恩怨 他们联手打开了虚空之门 见到了宇宙之中最后一位萨尔奈甲 凯瑞甘也获得了他的传承 身体再一次的进化 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萨尔奈甲女神 在虚空的最深处 凯瑞甘用尽全身的力量 终于将黑暗之神安盟彻底消灭 两年后在一家酒馆内 雷诺正在独自喝着闷酒 突然一道亮丽的身影出现 原来是凯瑞甘重新变回了最初的人类 历经各种磨难 他们也终于走到了一起